能够被央视军旅官方点名祝福的新人 放眼整个娱乐圈 怕是只有张新宇才拥有这样的待遇 2018年8月5日 张新宇在微博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 他用一张婚纱照宣布自己的婚讯 网友们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谁是这位绯闻女王的白马王子 更令网友震惊的是 张新宇的官宣微博不久被央广军事转发了 配文的一句 君嫂你好坐实了新郎的身份 很快就有知情人士爆料 新郎名叫何杰 何杰是何人 他有什么能耐抱得娱乐圈小花 还得到官方的祝福 何杰家三代从军 他的爷爷曾经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 父亲则在广东指挥学院担任教官 何杰本人也是一名军人 曾经立下过两次二等功和一次三等功 被武警部队评为终极反恐特殊人才 可以说数果累累 何杰还因其彪悍的作风 被队友评价 领男友汉胡 敌文皆丧胆 可见何杰虽不是圈内人 但是绅士背景也毫不简单 尽管如此 何杰也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军人 年入千万的张新宇为什么会喜欢月入三千的何杰 甚至扬言可以为了他放弃娱乐圈 这就要从他们的相识说起 张新宇和何杰结缘于2017年的一档综艺节目 《骑兵神犬》 在这档主打武警、警犬与明星训练日常的节目中 何杰担任张新宇等一众明星的教官 张新宇和何杰也从原先的毫无交集慢慢熟悉了起来 张新宇在参加节目时留着一头续了六年的长发 由于在节目中常常需要参与各种训练 这头美丽的头发给张新宇带来了许多不便 何杰也注意到了 于是便提醒张新宇尽快把头发处理一下 不要耽误训练 虽然不舍 张新宇还是主动向何杰借了一把剪刀 准备把头发剪短 看着眼中含泪的张新宇 一向严厉的何杰有了不忍 他拿过剪刀提出帮张新宇剪发 并且安慰到会为他剪一个最好看的发型 剪过头发后 张新宇还是闷闷不乐 何杰见状开玩笑地说 可以教他唱一首 《当你的绣发扶过我的钢腔》 而这正巧是一首军礼情歌 也许正是何杰的铁汉柔情 打动了张新宇的心 两人之间慢慢擦出火花 在当时张新宇的口碑并不算好 他一出道便是以性感火辣的形象闻名 而真正让张新宇为大众所熟识的 就不得不提他的黑料和绯闻了 在张新宇还是一个小透明时 被一位叫港怂沙沙的网红爆料称 张新宇在出道前曾有过整容 坐台等利己 一个女人所能经历的最不堪的谣言 都曾在张新宇身上发生过 再加上张新宇当时走的是性感路线 一时间还真是有不少网友相信了 早年间张新宇可以说是黑红过来的 他一边向大众展示着过人的美貌 一边又因为多段恋情的纠纷而招致嘲笑 2011年 他在与吴卓熙恋爱时 曾经用南方的账号发布了一条微博 配图是自己的床照 当时张新宇已经与吴卓熙传出绯闻 奈何吴卓熙多次否认 这条微博一发 网上立马传封了 纷纷猜测张新宇此举是为了逼宫 并博取关注度 张新宇与吴卓熙并没有走到最后 但是这场闹剧 却为张新宇招来了不少骂名 更为令人津津乐道的 还要细数张新宇、李晨、范冰冰的三角恋情 与吴卓熙分手后不久 张新宇就被拍到和李晨共同进出公寓 两人的恋情曝光后 便是张新宇与李晨关系日益升温的种种消息 2012年8月 张新宇在微博上晒了李晨送出的礼物 一块星形石头 本意是想撒一把狗粮 谁要李晨绯闻前女友 紧跟着拿出另一块星形石头 并且质疑李晨 你是批发了一堆吗 一整套操作下来 最尴尬的除了李晨 大概就是高调秀恩爱的张新宇了吧 后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张新宇顾忌重施 在此晒出与李晨在床上的合照 然而这一次同样没有给张新宇带来好下场 几个月后 张新宇就疑似与李晨分手 在官宣分手时 李晨还不忘内涵一把张小姐出轨在先 在每一段感情中 恋爱脑的张新宇似乎都在想尽办法宣誓主权 却总是遇人不输 曾经高调任爱的李晨 最终也不是张新宇的良人 李晨与张新宇分手后 转身情定范爷范彬彬 也许是被李晨伤到了 张新宇与范彬彬杠上 范彬彬前头发微博 张新宇后头就发差不多的文案 范彬彬穿龙袍现身红毯 张新宇就穿大花袄 与范彬彬的暗自较劲 就像是张新宇暗自挽回自尊的一种方式 明眼人都能看出张新宇的不甘 只可惜 这除了昭黑 并没有为张新宇带来什么好处 几段波折的恋情 使张新宇的名声受损 在事业和爱情的低谷中 与和解的相遇 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的生活 与之前几段高调的恋情不同 直到婚讯传来 网友才发现张新宇早已经另米良人 在微博上 张新宇甜蜜地说到 嫁给她 嫁给爱情 张新宇与和解的婚礼在上海举办 与其他明星的大白宴席不同 这场婚礼小而温馨 只简单地邀请了亲朋好友 却每处细节都透露着主人家的用心 伴手礼中有一张新人的合照 背面印着永结童心四个大字 据说在婚礼当天 和解激动地亲吻了张新宇的脚 并且表示 世上没有一双鞋配得上老婆的脚 和解对于张新宇的宠爱可见一斑 黑料缠身的女明星和一身正气的君哥哥 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身份 最后却成了最合拍的一对夫妻 婚后张新宇很少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大家恍然发现 过去那个爱作妖的女星 现在一片岁月静好 张新宇不时晒出自己的画作 赏心悦目 看得出来有一定的功底 她还在自家后院开辟了一个小花园 取名为开心农场 照片上的张新宇就像一个花仙子一般 被鲜花簇拥着 脸上都是灿烂的笑 看来遇上对的人气场都会为之改变 2018年底 张新宇被拍到穿着宽松衣服 小腹未突 与老公出没母婴殿 不久后就传出张新宇顺利产女的消息 这一消息后来也被证实了 而张新宇夫妻俩一直很好地保护着女儿 在网上疑似流传着一张何杰亲自为女儿剪头发的照片 何杰深情专注 动作小心 孩子的脸被打了马赛克 何杰给足了张新宇安全感 张新宇也一反过去 很少高调在公众面前秀恩爱 但是从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 何杰是一位优秀的伴侣 张新宇在乘风破浪的姐姐 四宫中惨招淘汰 心情失落的她打电话给老公 电话那头何杰柔深说 小孩失败了小孩 对 没事 你已经很厉害了 99分 就差一分 差一分就是 没有我的这个 这个幸运光环给你加持 差一分 99分 一下子戳中了张新宇的心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在综艺让生活好看中 张新宇回忆起早年的 世事非非也是感慨良多 她直言是何杰的陪伴 让她走出了那段阴霾的日子 作为妻子 张新宇也回应给何杰同等的爱和维护 最近一段骑兵神犬的片段 在网上广为流传 片段中的主角 正是何杰夫妇和张大大 何杰呵斥面前的张大大衣着不整 而张大大一脸委屈 在穿插的采访中 张大大一有所指地表示 我不认为我是我们队里服装 最不整齐的 所以我不认为我可以被单领出来 我可以不被表扬 我觉得我不是最值得被批评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你不批评她 在视频爆火后 张大大火上浇油 发了一条微博称 张大大有什么可委屈的 她只是不懂爱 这分明是指和杰 因为对张新宇有好感 所以偏袒她 没有公平对待所有人 果然张大大的一番绿茶言论 成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被带偏节奏 觉得何杰作为教官 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也有人羡慕何杰和张新宇的神仙爱情 张新宇何杰被送上热搜 网友们都过着看热闹 只有张新宇坚决不拿军人的军纪开玩笑 张新宇用一张何杰在节目中 训斥自己的动图堵住了网友的嘴 也证实了老公作为军人的纪律严明 张新宇的霸气护肤 成功把舆论拉回了正轨 张大大也忙不迭地回应自己在玩梗 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从张新宇处理这件事的态度中 可以看出 她与何杰的爱情不是一方迁就另一方 而是双向奔赴 有人说势均力敌的爱情才是最长久的 但即使是不对等的两个人 付出了全身性的爱也会成为对方眼中最好的样子